從小也喜歡玩泥巴 海泥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自然而然的就是對泥有個情節 體現的就是我個人對我小時候的一種記憶 因為我小時候是活在那種小島上 天生無邪 無憂無慮 然後當時的這種狀態 就是喜歡游游泳 每天上上課 然後找自己的樂趣 所以就是跟當下的社會畢竟下 它就起到一種很大的衝擊 所以我用我童真的一種記憶 來點滴地體現我作品 可不可以天真可愛 天生無邪 讓大眾能感受其中一種美好的 童年的一種嚮往的記憶 所以我就借用了中國的一個五號 《紅領經》 然後展開了一系列的一些創作 《國保系列》我主要就是想傳達了 人、東、大自然的和諧關係 希望人們回到大自然 與大自然一起共舞 然後愛護我們的家園 這是我們共同的理解 體現了一種和諧與美好的嚮往 對未來的一種憧憬 關注的心情 關注的心情 中文字幕架